你关心金华城弊案根据正传媒公布的最新民调 现在针对柯文哲到底有没有故意涂利 51.2%的民众认为有 21.8%的人认为没有 而对于柯文哲是否有贪污收贿 48%的受访者认为说柯文哲就是有收贿 28%的人认为没有 而在柯文哲从9月5号被积压禁件到现在 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 网络声量也因此越来越糟糕 根据网络温度计的最新统计 截至10月15号为止 11万3464笔的资料当中 负面声量就高达了70% 现在民众普遍对于柯文哲的印象是越来越差了 所以只要你跟他扯上关系的话 难免都会备受讨论 那我们看到才刚刚逃过被罢免命运的 基隆市长谢国良 最近又被爆出了他在柯文哲USB的内障名单 竟然有他的记录 对此谢国良也承认了 说有200万的现金 其实之前是透过了金融副市长邱佩玲 在2022年的时候拿给民众党 当时是家族的长辈来捐献 不过这笔钱呢 民众党却没有依照规定来申报 对此政治评论员吴静怡他就说了 从许多的消息来看 其实柯文哲有非常大量的政治现金 应该要缴回党库却没有 那应该要申报也没有做到 质疑这笔钱可能就藏在柯文哲的私人金库里面 难道民众党的党工跟支持者不会生气吗 呼吁民众党必须要彻底调查 来给社会一个交代